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关513的很多事就没有估计没有什么太多的改变了 就成为了定数 基本上成为定数 我个人以为了 后面大家看到很多故事将会出现 完全就像我们一直说的 完全出现结果的概念 恐怕很难说有什么太大变数 就我个人理解 你现在看到非常纷乱的状况 非常纷乱 但纷乱的本身 你会看到非常正面的事情 在完全崭露头脚 川普 我们就讲川普的故事 川普其实昨天最后一个证人 就是科恩 科恩给川普曾经干了大概十多年的工作 是川普曾经最紧密的一个私人律师 那却成为了这个案子的本身的最主要的一个证人 那科恩自己呢 现在是联邦法庭的罪犯 所以科恩在出庭的时候 他手上还戴着这个 那叫什么电子手铐 类似电子手铐是个绿色的 他目前呢 每星期只能出到外面 就是来到他住家之外呢 大概三个小时 实际是间外就是叫什么 间外居住是什么东西 那他当然他到法庭 对他来讲 其实就像放风一样 而这个每天任何一个时间 联邦政府就是应该是警察了 就可以随时跟他联系 这是他目前的状况 那他呢 他自己的住处呢 依然住在克有川普名号的 克有川普名号的这个住宅里面 而没有说是否住在 比如说川普第45号 这个这个到琼斯曼哈顿的 第45号大厦啊 还是住在川普另外的 这个他的proper里 就是他的这个这个building里面 但克恩自己是住在那地方 所以我们并不清楚 没有太追到很清楚的一个细节 就是他住的 他这个住的地方 是不是跟当初 为川普工作是有关 如果当初他为川普工作的话 他现在住宅 其实跟当时川普工作是有关 那是否受到了川普的会顾 这他没有讲过 但是他自己承认 在法庭的过程中 他承认他是川普的崇拜者 2015年是 他说达到了非常疯狂的一种 崇拜的程度 那川普有本书吧 大概叫成功的秘诀 谈判秘诀是成功秘诀 他读过两遍 他认为川普是非常非常成功的一个人 他自己承认 那而他明确讲说呢 他为他自己现实状况很遗憾 原因就是在穆勒的案子当中 穆勒那案最后不了了之 就是川普通俄门事件 在这个案子当中 他认为他一生中犯了重大错误 因为其中包括了撒谎 那他的欺诈跟撒谎 为他付出了他职业代价 成为了联邦罪犯 而且他丢掉了自己这个 律师的营业执照 丢掉了自己这样的身份 所以这就是 这是基本上的故事 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 他表示希望川普能够进入监狱 他自己明确表示 那这个说法本身呢 就带有很大的一个 这个律师 这个政认的本身带有很大的一种 方向性 所以在报道当中就提到说 陪审团在听到这样的话的时候 目无表情 其实这个东西就会对陪审团 有很深刻的影响 因为他要列举一个证据 而不是这个人有了一种意愿 要把对方放到监狱去 而问这话的人是川普的 是川普的这个律师 布兰科 因为布兰科在问任何问题的时候 他手里会拿着相当的一些论证论据 如果对方想去反抗他的观点的话 那布兰科就会拿出东西说 你当听撒谎 因为当时有所表态 那作为科恩来讲呢 自己在抖音中开了账号 大概挣钱吧 他账号大概是挣钱 他做直播 那直播当中呢 就去讨论这些东西 但是后来这个 在布兰科的追问下呢 他承认在 在这个 抖音上 他说每天 每个星期有六天在讨论川普 但每个星期有六天讨论川普的话 他违反了检察官 违反了法庭的命令 法庭里明确讲过说 对川普的禁言令呢 里面有一个很大的作用 就是证人跟检察官 同样在社交媒体当中 就是对川普 对于被告本身过分的谈论 是被禁止的 那也就变成了 科恩本身呢 违反了法庭的某些 某些意愿 某些定义 所以应该讲布兰科的做法非常聪明 在他整个的庭审的过程中 我刚才追溯了他整个一天的故事 他就释出给陪审团一个明确的概念 你眼前的最后一个证人 因为检察官 就是曼哈顿的检察官 承认科恩是最后一个 那他就提到说呢 这个人是个骗子 欺诈者 是出卖者 是完全不可相信的 是一个如何如何 基本上是这么个定格 所以这个定格呢 而在布兰克的整个追问的过程中 科恩无法提供任何证据 无法提供任何证据 来证明川普在整个案子 在这个案子当中 是一个妄图造假账 而左右这个大选结果 左右选举结果结果的一个人 因为案子的本身早已经过时了 所以是布兰克 就是这个 是这个 布拉格 对不起 不是布兰克 是布拉格 马哈顿检察官要把这个案子提升成联邦重罪 所以才重新开始 那科恩的任何证据都无法证明 川普犯有他指控的联邦重罪当中的 任何的嫌疑 任何的证据 全都没有 所以这就是基本上在今天呢 庭审的过程中 没有出现太多的波澜 川普在整个庭审的过程中 没有讲太多话 而且一直是闭着眼睛 没有 就是跟 似乎跟科恩没有太过多的交流 因为昨天曾经进行过一天的这个对决 那这是一个 这基本上是这么一个故事过程 这个故事过程呢 应该讲科恩是非常糟糕 他无 他的任何证明证据都无法能够 拿出来说明川普如何 所以这里面就出现了问题 就是这个案子的本身 案子本身就是一直根本就不存在 这个案子 是检察官利用手中的权利 带有其他明确的目的 而故意捏造 上升了在一个原来一个轻罪当中 给他上升成一个重罪 然后再利用法官的身份 把川普给扣在了法院 这应该这么讲 扣在了法院 从而就被川普一再谴责为 这是一个选举干预 选举干预 在整个在 在庭审过后 庭审的过程中 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杰克逊 带着另外两名众议院的议员 和美国众议院的议长 可能把他提拔为竞选伙伴的那么个人 大概有四个投面人物 就是共和党投面人物 出现在川普的法庭上 特别是议长的出现 这个重量就很大 因为议长的出现 代表着美国众议院的共和党人 在对抗今天的司法的行为 对川普的司法行为 他的意义很大 他的作用很大 代表着川普 代表着整个美国社会的这种分裂 他杰克逊直接把 对不起 约翰逊直接把这个 庭审的过程就是民主党的罪恶 是民主党干涉选举 所以这就 你就看到这是一个不可调和 而约翰逊的做法 同时表明了 自己站在了 完全站在了川普一边 终归这是法庭 有很少就是很少这样的政治人物呢 出现在法庭上中 因为他没有被定罪 如果川普被定罪的话 那作为这个今天的 这个约翰逊 以这样的方式表述的话 你就大家可想而知 美国的分裂程度到什么程度 而他是以党派的 一方面是美国众议院 另外一方面是美国 曼哈顿的联邦法庭 和主流媒体之间的故事 所以这是一个很很冲撞 极其冲撞 极其冲撞这么个背景 跟大家分享 就是他内容实际蛮简单的 跟大家分享一下 这个 应该是纽约邮报 纽约邮报 在庭审的一些关键点 我们刚才跟大家分享 那部分呢 是来自于英国的美日电讯 所以这样来跨 这么跨越来说呢 就可以感受到其中的故事 这里面他是用Live来讲的 里面谈到了一部分是 川普在离开法庭的时候 做了一个很长时间的发言 我一会儿另外一个节目 跟大家分享 我主要跟大家分享 庭审 整个庭审的过程 因为川普在 川普在这个 川普在整个这个 发言当中 强烈抨击了民主党人 特别是川普点了 德肖威慈的名字 德肖威慈对这个案子 非常的就是 就觉得这个案子 纯粹是胡来 那川普就说 你既然知道是胡来 你为什么还是民主党人 你是一个犹太人 你看到了今天 民主党政府对 以色列的做法 你为什么还是犹太人 其实他中心目的是这个 这里面就谈到说 科恩承认在川普的 有关封口费这个时候呢 做证的时候 撒了很多谎 所以这等于是 科恩就是完全讲述了 完全兑现了 这么讲兑现了 在这个案子开始之前 就被很多法律学者承认 就明确讲 这是一个很弱的案子 这是一个完全不成立的案子 所以这就变成了 它最大的意义 就是占据了川普的时间 占据了川普 三个星期的时间 这是川普离开法庭的时候 的那段讲话 我们先隔过去 然后这里面就提到说 科恩将会星期四 上午九点半 科恩会继续作证 然后下面提到讲说 科恩承认自己是在监督下 获释 就是叫什么 监外居留 是居住 他承认 然后他承认说呢 他在家里做禁闭 每周只有三个小时 可以出家门的 他带有这个手镯脚料 其实手镯脚料就是电子手铐 然后他提到说呢 川普的律师就明确讲 科恩是个撒谎者 因为在他之前的案子当中 就就川普成 这个科恩承认是撒谎 在这个布兰科 川普的律师追问之下 科恩承认 自己是个撒谎者 当庭承认的 所以这是一个 蛮有趣的 然后布兰科就在里面 谈到了科恩的宣告 他说川普是一个厌恶女人的人 然后科恩说 听起来像是我说的话 像是他说的话 因为这里面就前后对应呢 就是科恩是个撒谎的人 对不对 是个栽赃者 他里面是这样的 依然没有关于川普 是否会作证的信息 就是川普的律师 一直否认川普会作证 然后中间休息 休息了15分钟 科恩提到说 他很难入睡 他借助抖音来喧嚣 那这个描述做法 是在律师的追问之下 也就他影射的就是 科恩精神上有问题 他自己承认 他说其实是非常挣扎的 他说每周六晚上 在抖音上做直播 因为他被监禁的 他本身的讲述了 他是一个很困惑的人 所以给我的感触 就是科恩精神上 受到了很大的刺激 然后他提到说 他自己与川普的决裂 他认为是一个 一生中比较糟糕的人 当然他把责任推给了川普 他意思就是说 川普逼他去做假东西 做伪证 然后呢 来修复川普的形象 就是所谓交分口费的问题 他说这件事情呢 违背了他的道德准则 这是一个很有趣的说法 然后里面提到说 他读过两次 他读过两次交易艺术 他承认 他承认这是个杰作 他说川普是个不得了的人 2015年 他非常 他说非常崇拜川普 事情初呢 是在2015年 后半夜的时候 然后等到2016年 当时在那个年代 出事状况的时候 是那样 他说我深陷对川普的崇拜 我非常敬佩的 然后这里面讲述 川普整个庭审过程 是闭着眼睛 没有提到任何 柯恩承认自己 依然住在川普大厦里面 所以这些都是很荒谬的 然后呢 而在柯恩的网站上 有川普的T恤山 有川普的这个 所谓45的这个别枝等等 里面在讲述着 律师在把柯恩描绘成 是川普的仇恨者 因为这些东西 在法庭上 作为证人都不该承认 所以看起来是比较平淡的一天 但是他最大的特点就是 柯恩是个罪犯 是个撒谎者 而他作为证人 在举证川普 证明川普犯罪的过程中 却一无所有 感谢朋友们的支持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